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定义为自然对数函数的反函数 换句话说 如果自然指数函数的输出值 exponentials 以及1的s次方 等于是y的话 就相当于x 为y带入自然对数所得到的结果 也就是x等于logy 由于自然对数 是以欧拉数1为底的对数函数 所以也会等于log1ofy 在这里我们使用反函数的概念 由自然对数定义了自然指数函数 就可以透过反函数的性质来认识它 首先是认识它的函数图形 在此我们先回顾自然对数logs的图形 如同下方的红色曲线 它定义在x大于0的地方 为地帧下凹的曲线 依照定义 自然指数exponentials是它的反函数 所以我们可以先描绘直线y等s的图形 也就是绿色的直线 再将红色自然对数的图形 对绿色y等s的图形做对称 得到蓝色的曲线 就是自然指数exponentials的图形 藉由这个图形 我们观察到当中的变数x 可以为任意的时数 这说明了自然指数exponentials的定义域 为整个时数 紧接着 我们讨论这两个函数彼此之间的关系 根据定义 自然指数1的s次方 是自然对数logs的反函数 所以先将大于0的变数x取自然对数 再取自然指数 就会还原为变数x 在这里 我们可以将自然对数logs 以另一个书写方式log1ofx来取代 写成后方的式子 就符合大家在高中数学所习惯的书写方式 另一方面 我们也可以先将任意时数x带入自然指数 得到1的s次方 再带入自然对数 这个结果也会还原为原来的变数x 同样的 同样的 将自然对数转换为以1为底的对数来呈现 就变成后面的方程式 接下来我们分析自然指数函数的图形 也就是蓝色曲线的性值 显然它是个递增上凹的曲线 不仅如此 这条蓝色曲线都位于x轴上方 说明对于任意时数x 带入自然指数之后的输出值 exps都会是个正数 除此之外 自然对数logs的图形 会与x轴相较于110这点 因此根据反函数图形的对称性 自然指数exps的图形 会通过01 说明了自然指数在0的数值 exps应该是1 就相当于1的0次方等于1 我们在前面的单元介绍了欧拉数1 就是带入自然对数 会得到输出值为number1的变数 换句话说 就是自然对数的图形 会通过1number1这一点 于是再次利用反函数图形的对称性 我们知道自然指数exps的图形 会通过number1 1这点 这个事实告诉我们自然指数 带入number1的输出值是1 也就是指1的number1次方 会等于1 接着我们观察自然指数 在无穷远处的极限行为 显然当变数x往右方无穷大趋近的时候 自然指数的输出值 会快速的增加并趋近无穷大 所以它在无穷远处的极限 就会是无穷大 最后则是考虑往负无穷远处的趋近行为 当变数x向左往负无穷大移动时 自然指数exps的图形 会贴近s轴 也就是高度为0的地方 因此它在负无穷远处的极限 就会是0 我们已经知道自然对数logs 会满足对数率 自然指数既然是它的反反数 当然也有对应的性值 也就是下方的指数率 假设x和y是两个时数 则我们有以下的性值 先将这两个时数相加 再取自然指数 也就是1的s加y次方 这个结果相当于 先分别取自然指数 再进行相乘 以及1的s次方 乘以1的y次方 若先将这两个时数相减 再取自然指数 也就是1的s-y次方 结果就会是先分别取自然指数 再进行相除 以及1的s次方 除以1的y次方 如果先将变数s 带入自然指数 再取它的y次方 也就是1的s次方的y次方 就相当于先将s和y相乘 再取自然指数 以及1的sy次方 其实前两个公式相当特别 简单来说就是加法运算s加y 和减法运算s-y 透过取自然指数的步骤 会变成先各自取自然指数 得到1的s次方 和1的y次方 再进行相乘和相除 所以自然指数有将加减法 转换为乘除法的效果 接着我们说明指数率 成立的理由 在这里我们只验证 公式1和公式2 我们先对1的s加y次方 取自然对数 由于自然对数和自然指数 互为反函数 所以它们的合成函数 会将原变数还原 也就是上方所回顾的公式2 这个结果就是x加y 然后分别将变数s和y 再次套用上方的公式2 我们得到x会等于log1的s次方 而y会等于log1的y次方 由于自然对数满足对数率 所以这等于先将1的s次方 和1的y次方相乘 再取自然对数 即为后方的式子 比较前后两个结果 显然是相同的数值 不过由于已知自然对数 是1对1函数 所以自然对数内的1的s加y次方 和1的s次方乘以1的y次方 应该是同一个数 这就验证了指数率的第一个公式 第二个公式 也可以透过类似的手法来推导 我们先对1的s-y次方 取自然对数 再次利用自然对数 和自然指数 互为反函数的关系 也就是上面的公式2 这个结果就是s-y 然后分别将变数s和y 重复套用这个公式 分别写为log1的s次方 和log1的y次方 再次使用自然对数的对数率 这会等于1的s次方 除以1的y次方 再取自然对数 由于前后的结果相等 再借由自然对数 是1对1函数的事实 自然对数内的1的s-y次方 和1的s次方 除以1的y次方 应该一样 这就验证了第二个公式 在认识自然对数 和自然指数 和知道它们互为反函数之后 我们可以借此处理 涉及这两个函数的 方程式求解问题 以下是对应的范例 请求解方程式 logs-7等于5 在这里 变数s位于自然对数里面 我们尝试将自然对数移除 来化解问题 于是我们将这个方程式的等号两侧 分别取自然指数 等号左边涉及自然对数的部分 在取自然指数之后 可以套用上方合成函数的公式1 这个结果会变成s-7 是单纯的一次多项式 至于原来方程式等号右边的5 显然是1的5次方 接着将等号两侧同时加上7 我们得到s等于1的5次方加7 回答了这个问题 最后我们来求解方程式 1的2s-4次方等于3 在此 s变数位于次方的位置 我们依然尝试将这个情况化解 再次利用自然对数和自然指数 互为反反数的关系 我们将等号两侧分别取自然对数 则左边的部分可以套用上方的公式2 得到2s-4 变成单纯的一次多项式 原先方程式的等号右边取自然对数之后 则是log3 最后将等号两侧同时加上4 再除以2 就得到我们所需的答案 自然指数 自然指数 主要是透过自然对数 搭配反反数的概念定义而来 所以我们可以透过反反数的性质加以诠释 而在往后的单元 我们将会专注在这个主题 以获得自然指数互数的基本性质 第二口 四位 第一口 三位 二位 三位 一位 一位